字幕制作者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很特别的 一个V-Ray的物料的一台 这个 tutorial 主要来说,是做Glass 以及Mirror 或者是玻璃 以及镜子 不是就這樣做玻璃和普通的鏡子那麼簡單 我們會做一些有特別效果的玻璃和鏡子 現在大家的畫面可以看到 這裡有添的玻璃 添的玻璃 添的玻璃 另外添的玻璃可能會有些顏色上的轉變 甚至乎有些是磨砂的 甚至乎有一些是有凹凸的 鏡子也是一樣的 主要是掩飾 磨砂 甚至乎是有漸變 即是鏡子有漸變 另外有一些是有漸變的 要做其實也不是很難 現在就跟大家去試一試 到底怎樣做 試之前 首先大家要去準備一些物料 這些物料我們要在網上下載 包括一幅背環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要做鏡子和玻璃 其實你沒有一些圖像給他做反射 其實效果會不會太好 另外 就要準備一些黑白的圖片 例如這些LV 這些就是Geometric Form 這一類 另外再準備一些灰灰的就行了 不用太黑的 OK 就是這樣 那 完成之後 之前我也想看一看 一些 提供的圖片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很多 玻璃的材料 有些就是 現實的 這些就是Pattern Glass 其實Glass 其實Glass 世界上有很多種 玻璃廠 會做很多這些 例如我們設計 讓我們在設計中 可以適當地運用 記得 玻璃和鏡 不只是清 或者磨衣 那麼簡單 近來大家都知道 COVID-19 其實會令到 一些玻璃 或者一些膠片 的需求大增 有時候要做很多的 不是Decoration 那麼簡單 要做一些 位與位之間的間断 不過我們在一些 例如 一些快餐店 或者茶餐廳 看到 都通常一塊膠片 就是 不太漂亮 那麼有沒有機會 其實找這些 就是我們Decoration 裡面可以考慮 做一些特別一點的玻璃 或者鏡 去做這些事情 那麼今天的重點就是這裡 OK 又是一些Pattern Glass Tinder Glass 染色玻璃 有些 其實可以做一些 這樣的Panel OK 那麼 這些都是一些 調子玻璃 我們叫做調子玻璃 那麼 有顏色的調子玻璃 那麼 都做出來都很漂亮的 那麼 各式各樣的一些 Panel 那麼 就像這樣 那麼 那麼 磨砂的Pattern 那麼 清的圖案 那麼 鏡也是一樣 也都可以做一些 有顏色的Pattern 那麼 那麼 鏡也都可以做掩飾的 那麼 有幾個顏色 那麼就拼個圖案出來吧 那麼 甚至乎 就 說回玻璃 玻璃也都會看到 那麼 那麼 有些 有些 設計 也都會有些 玻璃的顏色 在他們的建築 那裡 那麼 那麼 或者是 室內裡 做一些Pattern 那麼 那麼 大家都 看了 那麼 那麼多種 那麼多種的 玻璃 不同 或者鏡不同的效果 那麼 希望我這個 Tutorial 可以幫助大家 一起了解 如何做出來 OK 那麼 回到 我們這個 Sketch 那裡 首先我們 在這裡 我準備了幾塊 一模一樣樣樣的 Panel 有幾隻腳 這樣 OK 那麼 然後呢 我們先做了 玻璃 玻璃呢 其實首先呢 也要講解一下 其實 在這裡 那麼 我們呢 加回一個 我們 加回一個 普通 的玻璃 如果我們要做的話 OK 我們看到這裡 有些 Tinder Glass OK 那麼 有橙色 有綠色 有紅色 那樣 那麼 如果我們用普通的Glass 來講呢 那是怎樣做出來的呢 我們可以把它 拉回來這邊 先 那我做之前呢 那麼這裡 我們清一清空 它 讓大家 容易一點 去到 看回自己 做的 是什麼 來 OK OK 那麼我 Purse 了 現在這裡 就 什麼物料都沒有 剩下一點 的東西 OK 我們呢 拉過 那個 那個 那個Glass OK 那麼我從這裡開始 我們改名 自己Relame它 叫做Tinder OK 就是掩飾 掩飾玻璃 OK 那麼掩飾玻璃 我們先打開這邊 我們先打開這邊 先打開這邊 這樣就 preview了 怎麼做的呢 其實主要來說 在我們這裡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Reflection OK 上面Reflection 就反射 下面這個Reflection 就是 折射 就是透明的 在這裡做的 OK 那我們這個呢 其實主要來說 是調整Ford Color 就可以做到 一些染色的玻璃 看到嗎 OK 那就做一個Color 而已 那這次我們呢 做一個 綠色給它 OK 那如果你要 那個色 那麼我們可以 把Ford Multiplier 調整 對 那它的顏色 就會比較 再 Wish 少少了 看到嗎 OK 那就是這麼簡單 第一個呢 Tinder Glass OK 那我把它呢 放進去 這樣 那這裡呢 現在暫時 還未見到效果 要Reflection 才會見到的 OK 那我們也嘗試 隨便Reflection 出來看一看 究竟 對 到時的效果 是怎樣 好嗎 那現在這裡 我就暫時 什麼都不設定 就這樣Reflection 那大家等一會 好了 那大家看到呢 很快就Reflection 完了 那它主要呢 都是 一個 染色的玻璃 它也是透明的 OK 好了 那接著 做第二種玻璃 那 第二種呢 那我就想 好像我把照片 那樣 染色得來呢 就想比較 是一個 有些效果 那做回 漸變效果 又看看怎樣做 好了 那第二種 我們呢 開多一種 對了 那就Relane它 第二種 那這個呢 第二種呢 叫做 Tinder With Gradient OK Tinder With Gradient 有漸變的顏色 這樣 好了 那這種怎樣做呢 那其實呢 剛才我也知道了 做顏色呢 就是 就是這個Reflection 做的嘛 那如果要漸 那就是Ford Color 那如果要漸變的話呢 那其實大家又 可以看看 你想漸變什麼顏色 但是這裡 搞就不會漸變的 那我們呢 要在這裡 按進去 給一個呢 Gradient 這個Gradient 如果我想由左至右 就現在用U 如果想由下至上 就用V 然後呢 現在這裡呢 就有白色圈 highlight了 那就是改了那種顏色 那 例如 我就想改回 橙色 這樣 橙色 橙色 或者 再橙一點 OK 橙色 那如果你想 轉另一種顏色 我可以在這裡按一下 OK 按一下這個 那這裡呢 再按下去呢 它就可以轉到另一種顏色了 那橙色 那 就是橙色 去到藍色的 OK 那其實你中間可以再轉色的 再按一下呢 中間可以轉色的 看到嗎 那一轉呢 就可以轉一轉 轉黃色 可以嗎 都可以的 明白嗎 即你可以轉 任何的顏色都可以的 就這樣按下去 OK 那接著呢 我們回到上面那層 這個呢 就去回到 Previs Esses 就是 上回到這個 主題 那你會看到 這裡呢 現在這裡呢 就已經 Preview 就有顏色了 那接著呢 我們就把這個 顏色呢 你就這樣 對了 去到 Style 去看看 可以不可以 就這樣看 不知道的 又要轉一張 那我可以告訴你 是還沒得 的 那為什麼不可以呢 現在看一看 原來因為呢 它那個 它現在變成了 一間間 那原來是因為呢 那個物料 那個 Scale 的問題 OK 那我們 我們看看 如何調整 那個Scale 那我們這裡呢 首先 剛才發現 顏色比較淡 那我們呢 這個呢 較勁一點點 那等一下會 那個彩色會好一點 OK 按走 這兩個 對 然後呢 下面看到有一個叫做 Blinding 好了 開了它 然後在 Texture這裡呢 你開了它 按一個叫 Texture Helper OK 然後 把這個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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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物件呢 在 Material那裏 那裏 把這個呢 調整 100 那你會見到呢 現在這裡呢 它就會顯示呢 就變成一大格 過了 就不是剛才這樣呢 就可能 你們 我 你們 還沒 按這個 就是 這裡呢 會變成一格格 你一調整 它會變成 就不是太明了 那 怎樣去到 糾正它呢 你未必像我這樣 因為我之前這個Model 我們做過之後呢 之後呢 再修改 你按一下這個FIT FIT 這個TRI 就是PAN PROJECTION FIT 一按一下呢 它就會在這裏 就變成了 OK 那 跟著呢 就去這裏呢 就去看一看 這次你到底可以不可以的 在這裏 可以了 是不是 OK 就是整個個了 那這個呢 就是第二個 漸變 就是第二個 玻璃的效果 就是玩漸變 是不是 玩漸變 好 那第三個呢 那我就想做一個 KIAGLASS WITH FLOSTER PLATIN 好了 那就是 青玻璃來的 青玻璃來的 那 就 又拉一個過去先 好了 那 RELAME KIAGLASS 這個呢 就叫做 WITH FLOSTER PLATIN OK 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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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不是叫大家去做一些照片 我們去 Google DOWN 那 我們找一些灰灰地的 例如找這一張 OK 或者這一張都可以的 OK 那我們 可以去 去 去 那 這次搞PATTERN 這個PATTERN不是凹凹凹 想玩磨砂而已 所以我們在 這裏做 這個呢 叫做 Reflection OK 那 怎樣轉磨砂 我們要搞清楚 那 不是顏色 顏色就是FORT COLOR 如果磨砂 就在Reflection GAUSENESS 那裏教 現在1 它就是清 對 去到接近0 就是不清 我們現在不是教磨砂 如果 你就這樣磨砂 我就這樣0.8 0.9 對 你就這樣轉磨砂 它 其實 它就已經是磨砂 我們要把它 放進去 OK 那 轉磨砂 看看 看 看到嗎 變成磨砂玻璃了 OK 磨砂玻璃 但是 它的紫瓜 不過是一塊磨砂玻璃來的 如果我們要做一些 Pattern 對 就是有些 有些 是清 有些不清 的Pattern 我們就在這裏做 在這裏給它Pattern 選擇 Beatmap 對 然後選擇 剛才我講過 那個 那個Pattern 你可以給這個 或者這個 OK 按 開啟 對 再按 這個 你會看到 這裏 就會有些Pattern 存在 對 OK 未必太清楚 這裏 我們把Pattern 看得清楚一點 好 我們就 去 將它 對 將它 我們的Pattern 已經 Apired 了 另外 你還要做一個 Blinding OK Binding Texture Helper 這樣 都將這邊 變成 這個 你就會看到 再配合它 OK 配合它 OK 配合完之後 再按 Render 看看有什麼效果 看到了 是不是 效果很明顯 有些 磨砂的圖案 上面 其實 白色 就是青 灰灰地 色 就是磨砂的圖案 OK 就是這樣 另外 繼續說下去 第四種 OK 第四種 先拉 這個 改名 這一種 叫做 B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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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tern OK Bump Pattern 即是 玩粒特 這個 玩粒特的 我們就 給 這一格 OK 粒特 OK 把它 放進去 OK 然後 然後 其實 粒特 就在 不是在 Refessional 做的 是在 Bump 做的 OK 開了 然後 在Bump Map 給它一個 Textures Lock 這個 Beat Map 然後 我們選 可能 這些 讓它 又有一個 粒特的效果 按 開啟 開啟 然後 上回 上面一層 好了 那你就會見到 現在 上到上面一層 待會 等一等 preview 那你就會見到 我按 其中 OK 那你就會見到 對了 那你便會見到 有些 Bump Map 那 最重要 就是 做一個 Texture Helper 亦都是一樣 OK Texture Helper 然後 這裡 亦都是一樣 給它 100% OK 適合 這個 適合 OK 那就可以 Rand 出來了 就這樣Rand 就這樣Rand 看到 現在是後面這張 也有一個 Pattern 現在這裡太萌了 你會見到 如果 Rand 大一點 你就會見到 這個是磨砂的Pattern OK 不需要黑色的 灰色就可以了 黑色就會很誇張 OK 就是這樣 我們做Glass 的一些功能上 這樣做 或者我們做多一個 好吧 一件時間有一隻 我們做多一個 就這樣 Glass 遮光 可能叫做 就這樣Pattern 好嗎 OK 這個Pattern 可以是 任何Pattern都可以 OK 這樣 選擇這塊 OK 接著 把它 塞進去 先 OK 我們要遮光 遮光 遮光在這裡 Reflection color 在這裡 因為這裡 我們看到 如果這樣 它就會 沒有光 是不是 就是不透明 這樣就透明 是不是 所以最終 應該在這裡 這個 Reflection color 這裡調整 對 在這裡調整 對 好 上去 好 大家應該會看到 這裡 暫時 就不太清楚 調整一下 好 顏色上 調整一下 因為剛才 黑色 你就不會看不清楚 其實我會發現 白色的地方 那張照片 就是 變成 透明 而黑色的地方 可以用Defuse 顏色調整 然後 調整 調整 這些顏色 OK 這樣 OK 接著 就 給它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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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接著 Texture Helper OK 接著 將它 全部押進去 這張 還沒做過 所以 就顯示 還沒做過 Texture 的 狀態 押進去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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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是不是 有顏色的地方 它就顯示了 顏色 如果沒有這些地方 好 大家 剛剛 做完 那個 玻璃 我 想 把它 押進去 做 做 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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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做呢 鏡子 首先 我把這些東西 全部 取回 材料 做鏡子 鏡子 其實 很簡單 我們看看 那張照片 你會看到 有幾多 鏡子 都是有幾種 OK 大同小異 跟我們 Glass 來講 Glass 只是Glass Reflection 折射 而 Mira 反射 就在 Reflection 明白嗎 OK 第一個 我先做一個 Tended Mirror 先 Tended Mirror 從哪裏開始 好 其實這裏 沒有一個 Mira 通常我會在 Metal 開始 搞起 找一個 最亮 最亮 的 V 然後 Tended 這樣 OK 改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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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裏改 那裏 看看 這個Reflection 會不會在Defuse 可以改嗎 其實都可以改 是不是 看見了 黑色 會不會在Reflection 改呢 又看一看 這裏只不過是 改那個 改那個 都可以改到的 但是 這裏 它就會沒有Reflection 那就100%Reflection OK 所以改顏色 就在Reflection 改好一點 OK 例如我改了這裏 你可以改一下 什麼都好 OK 就這樣 然後 放個 押 一個 這樣 這樣 就這樣 隨便 就這樣 尋找一下 看看什麼情況 這樣 OK 它現在沒有東西 給它反射 所以 它就不會很確定 OK 我們待會兒 畫一塊東西給它反射 我們在一會兒 OK 然后再做一次 这个是Steel Polish 它是Rename to MIA 做什么呢? 做一个什么效果 Floorst 做一个磨砂 磨砂镜是什么呢? 磨砂镜是很简单的 磨砂镜也是Reflection 色彩色就不用了 有它就这样 狂砂镜是最清晰的 这样它就会蒙一点 所以磨砂镜是在这里做的 这个可能是0.85至0.9 没有再 接着就可以了 明白 你们都不需要做什么Mapping 这样 Rename去看看 看到了? 磨砂镜是Reflection了前面的颜色 可以吗? 非常简单 停下来 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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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又做些什么? 这个我想做一些 Pattern 可能是 好吗? 我们会看到 Mirror effect from forced to clear 这个Pattern 就是做一个渐变 渐变 渐变 这些 都是简单 我先选这些 接着呢 都是这个 Reflection 刚刚知道 Reflection Godness 就是控制 它蒙和清 如果要由 清到蒙 就给它一个Gradient 就行了 因为 主要来说 是利用到黑白的原理去做 OK Gradient 就是 V 由底到上面 底 我就选择 灰灰地色 这个 其实要拉到中间 让上面尽量白一点 OK 否则 效果 就在上面都蒙了 这样的 好了 就是9 OK 上回上面一层 你会看到 这个就会有些磨砂的情况 是不是 OK 所以我们接着就可以去到 给一个Binding 一定要做Binding 或者 给一个Testure Helper OK 把它放进去 OK 如果你要转色 就在这里转 例如我想转 一个 有点 绿色 好吗 这样 OK 按到 挺好看 OK 那接着呢 就 Binding 就做了 对了 在这里 对了 把它变回100 接着呢 配合了 这个 OK 配合了 再看看效果又如何 了 有没有磨砂的 漸变效果 有了 是不是 这里 萌 是 这个 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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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着呢 就再来 非常之快 好了 也是 做多一个特别的效果 这个效果呢 就是 要做一些 pattern 好吗 做一些pattern 这个pattern 呢 会是怎样的呢 我看到呢 叫做Mirror Panel with Pattern 例如像这个LV 这个Mapping 有没有 有了 有LV这个Mapping 那我们可以把它Map上去 OK 在哪里Map呢 当然啦 反射 反射而已 反射而已 那我们这里调整 全部最尽 反射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哪一个影响反射 其实就是Reflection Color 影响反射 对不对 所以 现在呢 就要把那个颜色放在这里 OK 因为现在不是做磨砂了 OK 好了 把它给回Map LV Pattern 开启 好了 这样而已 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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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呢 这里会自己更新的 不过有时候 是会慢一点 OK 那 你先把它Aside下去 不要你旁边发生什么事 OK 好了 那 再做回刚才做的事情 OK 那 做回Map Texture Helper OK 这个Texture Helper OK 这个Texture Helper Binding 做了还没有 还没有做 Texture Helper OK 那 这里有了 OK 接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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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对不对 好了 有个 对了 LV的Pattern 有些就看到 有些看不到 看不到的部分 现在是黑色的 对不对 那有没有办法不黑色呢 其实是有的 那 那我们呢 就把它呢 原来呢 Defuse 那些都还可以调 可以调其他颜色 OK 那我想调回 那 例如 LV的手袋 那种颜色 这样 啡啡的那些 对 对了 看到吗 对了 因为它比较慢些 可能有时候拌起来 好了 看到LV的Pattern 在这里 出现了 OK 那同样地都会在这里出现的 那我们转一转就会看到 这次就记得了 这次就记得了 变成了颜色 原来移动的那里 就会变成了颜色 OK 那 那 最后一块呢 那我们做了一个 那 我给了我这个 Demo Image 就多一块了 OK 做多一块 那这个呢 我们有一个 Bump 的图案在上面 那 Me 还说 都可以做Bump 的 图案在上面 OK 那我们就 Mira 然后呢 当然 说得Bump 的东西 那都可以在 这一块 搞的 OK 那接着呢 在这里 付 给了Bump 然后呢 那或者呢 可以给了一个 这样的图案 按开启 对 应该就可以了 要按Testure Helper 这里的帮助是怎样? 这样不行 我们要把它配合 配合帮助 接下来再弄一遍 它是Reflection 即是玻璃的物料 但它也有些圖片在上面 大致上是这样 这个Glass和Mira 在Reflection之前 我会做一个背景 做一个很大块板 主要是做反射 有时镜子 玻璃都需要黎实 这边没有纯色的 要在这边 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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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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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着就试试一张 试试一张 都OK 都见到效果了 但是大家看到 现在的效果 就 不是很明显,可能那些东西 不能移动 放在位置 应该没问题了 看到一些重新的效果 对吧 那我们就 更新的视频 希望大家也跟着我 这一幅 这里去做 希望应该都做到的 感谢观看